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鋼之對戰 購對戰週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在今天的話 官方公布了下禮拜活動的內容 以及新角色的登場 所以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次釋出的消息有哪些是值得注意的 同樣我們先放上懶人刀圖片 讓大家一覽這次的活動消息 那這次的主題叫做鋼之對戰 但是我們從上面的圖上 好像沒有看到任何鋼系的寶可夢 不知道官方為何會這樣稱呼 那時間的話將會從下禮拜的 1月19號禮拜五早上10點 到下下禮拜的1月24號禮拜三的晚上8點期間 但雖然以對戰為主題 但是裡面的內容其實還是有很大部分 跟對戰是沒有相關的 不過如果你有在打對戰的話 應該能夠發現到這一次野外出現的角色 其實很多都是在超級聯盟或高聯盟 都算是對戰的主流角色 像是在超級聯盟的大舌頭 勾魂燕天蠍這三隻的話 基本就是很常見啦 而投手鬼的話算是地區限定的寶可夢 如果沒有活動的情況下 北美洲以及非洲才能夠捕捉到 相對的台灣的玩家 可要把握時間好好抓起來 因為他是格鬥杯非常強力的角色 至於今天影片玩家們最期待的其中一個部分 應該就是猴怪是目前的最終進化型 氣勢猴將會在第九代的時候出現 那這一次活動裡 他也是有開放進行進化的 那我們也來詳細看一下他目前的資料 無私人的CP達到3695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CP 但如果要跟神獸相比還是有一段差距 在看到數據時我們比較定位 他是在三大聯盟 不過大師聯盟的話 會是以紀念碑為主 主要會這樣說的原因在於 他在超級跟高結盟的坦度 並不算是特別的差 在超結盟坦度15.0 重的體質1800的話還算是不錯 高結盟雖然重的體質沒有達到4000 但至少坦度25.2 在沒有被任何屬性直接雙剋的情況下 他其實還是能夠撐蠻久的 那在大小招組合目前挖掘到的資料 是非常的漂亮啊 畢竟他就是火爆所有目前所擁有的大小招組合 但是如果論這招式組合的話 其實非常的萬用 因為小招有格鬥性最強的雙倍鳳凰之外 大招配合著暗消害跟冰凍拳 能夠反打格鬥性比較怕的 幽靈、飛行以及超能力 可以說是結合了招式最重要的三個要素啊 傷害、出招速度以及反打落點的能力 所以這樣的招式配置其實非常的不錯 不過在登場之前 招式是否真的是如此還是有很大的變數 如果從原作裡來看的話 當你有挖掘到一些資料 相對這幾招也能夠讓氣勢吼變得更強 小招部分的話 因為他是幽靈系嘛 沒有幽靈系招式實在是太誇張了 所以有暗影爪這個高遜能的 配合著自身專屬招式的憤怒之拳 其實這兩個組合應該算是不錯 只是論官方擠牙膏的程度來看的話 應該不可能首次開放就直接給你專屬招式 所以我們就先想想 至於其他的小招的話 有毒擊跟擊落也算是不錯的招式 大招的話則是有十字批 逆鈴 挖洞 泰山阿鼎 火焰拳 雷電拳 以及炎崩 這幾個招式如果能夠在他登場的時候 順便賦予幾個的話 相對能夠讓氣勢吼的打點更加廣泛 而且對戰的實力也會提升不少 不過如果只論挖掘到的數據的話 其實丹尼對於氣勢吼的評價就有A減 主要有兩個原因啦 第一個的話是他本身攻擊就有220 在PVE的表現上 不論是幽靈或者格鬥系他怎樣配招 都很難撼動主流的格鬥系跟幽靈系的PVE打手 再來是PVP的話 雖然我們從體質招式屬性上 能夠看到氣色的表現 應該是在對戰裡能夠發揮的很好 但是他有一個非常大的短板 就是他對於妖精系來說 是沒有辦法去撼動的 畢竟目前的配招跟火包獸一樣的情況下 冰凍拳沒有屬秀的傷害 加上他本身攻擊也不算特別高 你要反打妖精系真的是比較困難 而且雖然抗性本身高達5種 而且雙抗3種的情況下 但是我們一般系跟蟲系 基本上是比較少見的 應對上來說不見得都能夠取得非常大的優勢 所以這邊我們稍微保守了一點 評價就有A減也是因為這樣 不過Pokemon GO裡面 其實有首次登場是可以直接用火包獸進化上來 相對的不用再打團體戰 消耗這個資源 我們在這次的活動裡 可以把之前的直接灌起來也算是非常好的 至於其他角色的話 在高結盟天蠍進化後的天蠍王 以及頭巾混混跟大蛇舔都算是不錯 而大蝦盟這邊比較可惜就是沒有了 而PVE倒冠的話則是以怪力為主 據往後看的話則是一三星的團體戰 這邊同樣的我們要講一下 團體戰是沒辦法取得攻低體防高 所以有些角色我們並沒有放上來 並不是因為他們在這賽事並不夠強 那如果以這方式來看的話 就大蝦盟的暴鯉龍如果抓到100%的話 能夠在紀念北使用 PVE的話則是三隻都是惡系的角色 像是準神獸、三手惡龍、超級黑路加 以及暴鯉龍進化之後的超級暴鯉龍 這三隻的話都在惡系傷害排行榜裡面 都算是不錯的 不過整體來說 一三星的團體戰在這次活動裡 並不是那麼值得捕捉啦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四星跟五星的團體戰頭目 那四星的Mega團體戰頭目的話 依舊是超級恰雷姆 畢竟他在1月份的時候有兩週的時間 不過我們在上一支影片有講解過了 所以這邊就直接跳過 反倒我們今天影片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雷電雲零獸型態即將要登場了 伴隨著專屬招式 冥雷風暴 在1月份的影片裡有稍微潛談到他的一些內容 那我們今天更深入的帶大家了解 雷電零獸型態這次登場到底實力有多強 首先的話他50等CP達到4137 在三維數值部分的話是一隻以攻擊力為主 坦度稍微偏弱的類型 在團體戰捕捉20等CP沒有辦法加到1500以下 所以目前超級的盟是沒有排名的 而在高結盟目前的排名也算是非常差 主要原因在於我們剛講了 坦度非常差的關係 加上目前的排行榜是 冥雷風暴還沒有獲得的情況下 他的招式的能量上需求太高 也大大影響他在目前對戰的排名 所以可以看到高結盟跟大結盟目前的排名都是有點慘烈的 而他雖然CP本身有超過4000 但是因為他坦度偏弱 也導致他的綜合體質並不是特別的理想 對雷電雲零獸型態來說 體質就是一個短板 再來我們往招式來看 雷電雲目前的小招其實不錯 因為他有這個蓄能非常快的福特替換 雖然出招的速度是有點慢 但是論傷害量以及蓄能 算是在電系招式裡面數一數二的 然而咬住的話因為蓄能偏弱 基本上是不太會帶這一招 而大招的話如果在沒有獲得 冥雷風暴之前 能量上最短的是10萬福特55點 也如同我們前面有講的 因為這樣的話他在排名上以及對戰中 其實不太多人在使用他 但是獲得冥雷風暴之後 45點能量配合著福特替換 其實出招的速度非常的快 又能夠降對手攻擊力可以說非常的棒 只是比較可惜的就是 他的第二招的招式能量上需求 還是太高了 而他的弱點屬性只有冰跟岩石 這兩個屬性剛好能夠用格鬥器招式去反制 但是蒸氣彈能量75點 你說要拿來打那兩個屬性 除非對手太天真 不然真的是不太可能 也導致他的反打能力還是依舊的偏弱 獲得專屬招式之後 其實雷電雲在未來還是有許多的成長空間 畢竟他的小招有電擊跟擊落 電擊能夠無下一招使用一個冥雷風暴 不斷降對手的攻擊力可以說是非常有趣 擊落也能夠增加他的屬性打點 至於在大招的話 有咬碎、飛翔、泰山阿鼎、打草解、瘋狂福特跟無理炸彈 這幾招的話能量上需求也不是特別的高 相對的能夠讓雷電雲零獸型態 在對戰的彈性上更加充足 能夠解決他目前在第二招的一個困境 是未來能夠期待的部分 然而雷電雲目前還有一個狀況是雖然他是飛行系 但是沒有飛行系的小招跟大招 相對我們只能比較電系目前的傷害 在獲得專屬招式明雷風暴之後 結合自身高攻擊力排名在第三 算是電系不錯的打手 僅僅只輸給前陣子登場的電數目 以及超級進化後的超級雷電手 所以就目前的狀況來看的話 丹妮對雷電雲零獸型態其實PVP的評價還是偏弱啦 首先他的坦度並不是很好 所以在對戰的持久力稍微欠佳 再來是小招跟大招 雖然有伏特替換跟明雷風暴非常好用 但是帶另外屬性的打點真的是比較弱一些 也會導致他在逆風時候頂多就是衍生給隊友 自己就會順順的下去了 整體的用途上來說是比較欠缺的 然而在PVE的話 至少是目前電系傷害量排行的第三名 以至於我們這邊給到A的評價 主要還是以PVE為主啦 是我們對這次雷電雲零獸型態的 登場或者專屬招式之後的一個狀況 提供給玩家們參考 那有看完寶可夢相關的內容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加碼獎勵 這次鋼之對戰的活動裡 火箭隊乘坐的熱氣球跟補給站出現的頻率將會變多 而活動期間的話 在T圖上能夠遇到地區限定的摔跤鬼 以及目前在台灣就很夠捕捉的打擊鬼 將會比較更頻繁的出沒 再來是我們這次也有收藏這家挑戰 玩家解完的話 將能夠獲得大小的招式券各三張 還有一些新陳獎勵算是不小補啦 再來的話活動期間剛好是購對戰週的時間點 當下的話是三聯盟都能夠選擇進行對戰 也有價值2美元的限時調查 可以進行購買獲得更多的道具 除此之外在活動期間加碼獎勵的內容 如果玩家打對戰的話 新陳將會提高到4倍 當然這同樣的是不包含結算獎勵 而每天對戰場次從25場將會提成到50場 那裡頭也有免費的限時調查任務 玩家如果解完的話 將能夠獲得北上的帽子 以及一美金購入的限時調查 怎麼會這麼多需要花美金才能夠購入的限時調查 感覺最近官方吸錢吸很大喔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跟著購對戰週一起登場的活動 鋼之對戰 主題明顯的內容是不太大嘎啦 但是有新登場的氣勢 進化條件需要玩家們打倒幽靈以及超能力氣的角色 才能夠把火爆猴進化上來 間接是擺明用系統直接逼玩家們打對戰啦 不過咱也認為這算是一個不錯的誘因啦 讓大家能夠更多的去感受一下 對戰帶來的樂趣也是不錯 所以今天鋼之對戰以及購對戰週的活動內容 就提供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